大家好,我是路遥 今天我们用八爪鱼的做好吃的 清理干净的八爪鱼切长段 准备点洋葱切片 青红椒切片 切点葱段姜片 在碗里倒入生抽 少许海鲜酱 少许白糖 少许料酒 再搅拌小淀粉 搅拌均匀 调成料汁留在一旁备用 销锅开水 把八爪一倒进来焯水10秒钟 马上把它捞出来灭干水分 锅里有油 下葱姜炒香 再用配菜翻炒至断酥 加入八爪鱼 再用调味料汁 快速翻炒均匀出锅 一个正香八爪鱼制作好了 特别的鲜美 喜欢你也试试吧